第九十章 盘问审讯 齐王是什么人 皇上同父异母的亲弟弟 虽然他长得像头猪 行动像头猪 性格像头猪 对皇上唯唯诺诺 视才如命 看着钱就两眼放光 恨不得统统扒了回家 钱以外的事情好像都不感兴趣 这样的家伙是很讨厌 但若说他有胆子谋反 也很难让人相信 谋反是诸九族的大罪 齐王谋反 虽诸不了九族 也要赐死 祸及子孙 如此重要的事情 单凭一封不知是不是柳西音亲笔写的血书 由不认识的哑巴送来 如何断定真伪 万一这是敌人栽赃嫁祸呢 下狱锦迟疑不定 提出疑问 也招摇头 这方帕子只有我 表妹 胡青知道 笔记潦草是危急之客写下 而且长途奔波 血迹在帕子上被模糊了 我相信这是表妹送来的警告 下狱锦对他家那心思歹毒不择手段挑拨离间的表妹极其反感 凡事都先往坏处想 若是这件信件是伪造 他冒冒然送上去 查明并无此事 皇上已得治国 最恨不顾手足情深的家伙 他诬告长辈肯定要倒大霉 单凭这样的自己 不能证明信件是柳锡音写的 他就可以在阴暗的角落 看着挨打受罚的自己拍手叫好 说不准 还恨不得皇上一顿板子 把他打得并发身亡 再霸占他媳妇回去 叶昭坚持 锡音就算要报复你我 也不会拿这件事做文章 李墨小看着他的节气 而且东夏入侵 首当其冲的是他镇守边关的叔叔 他怎能不及 夏玉瑾一朝被蛇咬 三年怕草绳 只要和柳锡音相关的事情 都要起三分疑心再问 齐王叔的封地是江北 柳锡音的家在末北 他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外的闺秀 又是柳将军的侄女 你的表妹如此身份 应该是谋反者重点防问的对象 齐王叔虽然长得像 嗯嗯 但他脑子可不想住 若要谋法 瞒了那么多年 怎会让这样的女人得知阴谋 又怎会做出如此明目张胆的事情来 叶昭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 满腔怒火略略平息 却始终不放心 我给苗妹写了很多信 都没有回音 夏玉锦用看红杏出墙的眼神看着他 叶昭补充 是道歉信 夏玉锦瞬间阴暗了 他赞眼不满 把张记住再追问 若表妹没回来 你舅父总该和你说一声吧 叶昭的眼珠微微闪烁 支支吾吾道 这种信件不好让外人得知 我特意叮嘱信使要交到柳姑娘手上 让她亲起 两人面面相去 夏玉锦说 你也不敢肯定他有没有收到信件 叶昭迟着点头 夏玉锦摇头晃脑 反正五而其往 想谋反就绝对不会向柳希音下手 甚至不会靠近他 这样的行为实在太危险 也太愚蠢了 叶昭想了会儿 假设道 如果他不知道对方是柳希音呢 夏玉锦答不出了 事实的真相都在哑巴的脑子里 他不识字 不会说话 送个信都千难万难 如何能说清楚 上次捉拿谋害李大师凶手时 做目击证人的小乞丐 因立下功劳 夏玉锦信手让他吃一辈子饱饭的承诺 取名阿福 收入府中 在院子里做扫洒粗活 短短半年多 就从瘦竹竿吃成了小胖堆 由于不怕脏肋 有共同语言 被派去照顾哑巴 替他洗刷干净 换了身干净衣服 请太医接骨疗伤 待他混不气来 在旁边安慰 郡王爷是说道做造的好人 明王爷是谨责执手 这场误会实在太糟糕了 不过别担心 待查明真相后 郡王爷会给你吃一辈子的饱饭 哑巴咿咿咿咿的执手画脚 鉴于没有标准的哑巴语言指导 阿福只能在旁边猜 你要喝水 你要吃东西 翻身 你要去毛坑 你要看漂亮姑娘 直到猜到 你要见将军 哑巴终于松了口气 拼命点头 唯恐他再猜到别处去 然后拍背胸膛 表示很壮实 没有事 叶昭也在为如何沟通头痛 一边走一边说 自己难辨 先要确认给他帕子的人 是不是柳西音 夏玉景跟在后面一溜小跑提 他听有种说话 你问他那些柳姑娘的特征 用摇头过点头来作答 变明真伪 比如问他柳姑娘的眼睛 是不是像柳燕 是不是眼含秋水 睫毛浓重啊 嘴巴是不是匀到小口疼 嗯 哑巴见他到来很是激动 正要趴在地上行礼 备免 叶昭指着夏玉景 单刀直入 送信的姑娘 是不是比他还好看 哑巴抬头 望着惊呆的夏玉景 思索片刻 死命点头 急如捣蒜 事情干净利索的确认了 夏玉景沉默了 叶昭拍拍的肩膀 多简单呀 夏玉景在人生低谷中 徘徊沉思着 没修这个媳妇 是不是他这辈子做出的 最大失误判断 接下来的问答 也是一片惨淡 你是江北人 不是 那是墨北 墨北哪里 齐县 红庄 苏县 点头 帕子是柳姑娘亲手 交给你的吗 点头 字是柳姑娘亲手写的吗 你摇头是指不是 还是不知道 不是摇一下头 不知道摇两下 摇头两下 他落入齐王手上吗 点头 柳姑娘目前处于危险中吗 点头 齐王要杀他 摇头 齐王要欺负他 娶他做妾事 摇头 齐王要利用他 点头 齐王看着他美貌 将他送人了 点头 送去东下 点头 事情发生在水灾后半个月 哑巴不认识路 也不敢随便将秘密交到不信任人的手里 可可绊绊地用双腿走 花了四五个月 好不容易来到上京 四处转悠 根据柳姑娘的描述和偷听别人说话 确认了南平郡王府的位置 本以为将军每天都要上朝 郡王爷三天两逃出去溜达 在门口截住他们送信应该不难 千散万算没想到 将军卸职 郡王在大街发酒疯 两人都先丢脸不愿出门 他又没办法将事情告知门房 只好在外头傻等 硬生生拖了两个月 才将手帕送到 如果多打听一下 如果多留意一下 是不是悲剧就不会发生 叶昭以为表妹在时小性子 错过最佳九元良机 虽然不情愿 他也不得不承认 柳希因侥幸逃脱的机会 实在渺茫 他悔恨娇家 恨不得将他畜生千刀万剐 但是将军作战多年 经历太多牺牲 他已不是感情用事的孩子 不管怨还是不怨 悲剧已造成 在没解决前 任何忏悔痛苦 于事无补 只会干扰判断 先要观望大局 盘算得舍 不管是进攻还是退却 选择最少代价 获得最大的胜利 叶昭虽对表妹安危心急如焚 习惯使然 脸上没流露出来 他沉住气 不停盘问 冷静的一点点收集有用的情报 倒是下预警 越听越急 他发现自家叔叔有作乱的可能 在旁边抓耳挠腮 怎么也坐不住 只恨不得立刻冲入宫里 报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